八年来你是第一个能驱逐独物 踏足我雪岭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 很狂妄 我知道 柳生一剑 燕北飞 柳生一剑横扫整个中原武林后 四大掌门来到了天山雪岭 欲要邀请魔道第一人燕北飞出手 击败柳生一剑挽回中原武林的颜面 然而却被一座吊桥拦住去路 武当代掌门苍松发现了一块立着的木牌 木牌显示要想渡过吊桥 需要俯伏而行 昆仑派掌门公孙燕不信邪 走上吊桥以身试法 结果刚刚走到半路 便头痛欲裂折返了回去 说出桥上布满了毒物 泰山派掌门黄斧鼠当机立断 带着公孙燕去找解毒高手楚马 留下了不愿放弃的苍松 苍松是陆林大道出生 不像三大掌门那样自视甚高 他依照木牌所示俯伏而行 安然无恙地爬过了吊桥 遇见了燕北飞的儿子燕姑红 在燕姑红的带领下 苍松总算见到了燕北飞 得知苍松是爬进来的 燕北飞当即对其刮目相看 为了测试苍松的胆色 燕北飞到了一杯其毒无比的七步断长酒 放在桌上让其或者寒梅一并饮下 苍松面不改色坦然坐下 按照燕北飞的指示 拿起七步断长酒一饮而尽 燕北飞见状更加欣赏起了苍松 表示七步断长酒和寒梅都有剧毒 可两者之间却是相互克制 一毒攻毒 那就是说 吊桥上的毒物是由寒梅所放 而七步断长酒 正好可以解这种毒物 苍松很快想通了其中的关节 进而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想要邀请燕北飞出手对付柳生一剑 燕北飞早就厌恶了江湖纷争 如今只想与七儿共度天伦 毫不犹豫拒绝了苍松 苍松为了说服燕北飞 说出了自己陆林大道出身 却在短短五年时间 成为了武当派的代掌门 放言若是给他十年时间 他甚至有信心可以击败燕北飞 苍松虽然没能说服燕北飞 却与其相谈甚欢成为了挚友 苍松离开后不久 柳生一剑来到了天山雪岭 在见到燕北飞的刹奈间 他便觉得不需此行 随后柳生一剑长剑出鞘 双手紧握急速地挥砍起来 在周身形成了一层剑气护罩 驱散了身体四周的毒物 有条不紊地来到了对岸 两大当事绝顶高手首次碰面 八年来 你是第一个能驱逐毒物 踏足我学领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 很狂妄 我知道 柳生一剑 燕北飞 柳生一剑迫不及待发起挑战 燕北飞却不为所动 说出他十七岁阳明天下 二十岁未尝一败 如今他一看破名利封建归矣 只想陪在妻儿的身边共度天伦 柳生一剑坚信燕北飞会改变主意 去往了附近的血洞等候 划分两头 三大掌门得知燕北飞拒绝比斗 决定执行苍壁的计划 不择手段逼迫燕北飞出手 他们声称要去挑战柳生一剑 装作舍身忘死慷慨就义的样子 却又在临行前 将一封书信交给了苍松 要苍松转交给楚心如 苍松立马明白了三人的算计 苍松受到了苍壁的临终所托 纵然觉得此计卑鄙无耻 也不得不听从三人的安排 可他并没有将信交给楚心如 而是直接交给了燕北飞 让燕北飞自己做出决断 燕北飞知道妻子思念父亲 若能让两人重归于好 他甘愿被三大掌门利用 于是燕北飞找到了出马 先是指责他行事卑鄙 为达目的连女儿都可以利用 与其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 后又表示可以答应此事 但他也有一个条件 决战之后 你要广发英雄铁 补办婚礼 公开承认我跟辛茹是正式夫妻 我也有个条件 如果你要跟柳生一剑决战 我要你联手这个秘密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正人君子尴尬 为了让妻子楚心如开心 燕北飞强忍着恶心 和楚莽达成了交易 随后燕北飞来到雪洞 找到了等候多时的柳生一剑 向他发起了妖战 三天之后 日出之时 雪山之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